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Excel电子表格 我们在Excel电子表格里面如何批量删除空白行 我们在工作当中偶尔会用到 我们整个表格里面沾插的有一些空白的这些行 而且很多 那我们怎么样批量的一起把这些空白的这些行一起删掉呢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来完成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区域给选中 选中之后点开始 然后点查找 点定位 弹出这个板块 我们点空值 然后点定位 那现在我们能看得见 这些空行里面最有空值的地方都被选中了 然后我们鼠标一定要来到这些灰色的区域哦 鼠标来到灰色这个区域 鼠标右键 点删除 横过去 然后找到我们整行 为什么要点整行 意思就是我们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些空值的这些行啊 可以删掉 所以点整行 好,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些有空值的这些行啊都不见了 对不对 都被我们删掉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讲的如何批量删除空行的方法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